和牛必定是日本人的美食之一 双缸和牛有鱼艺术品 不单好味,卖上也很吸引 为什么和牛会那么好味? 为什么只有和牛才有双缸? 还有和牛为什么会那么贵? 品尝过和牛的人有很多 不过对和牛有认识 知道和牛的真正价值 知道自养和牛艰辛之存的人究竟有多少? 日本人对和牛也不太认识 甚至有迷信 最出名的迷信就是A5神话 这个神话更流传到世界各地 不少人都不以为A5和牛 就等于最高级最好吃的和牛 的而且确A5和牛的售价是最昂贵的 但是不是真的最好吃? 《追深日本》今集为你介绍 和牛真正的价值 和和牛诞生的故事 日本人经过怎样的挫败 但又不气馁 全力研究最高质素的和牛 200年前不吃牛肉的日本人 竟然发明了世界慈名的和牛 我当然不可以不介绍 A5和牛就是最好吃 这个就是A5神话 近年日本人都渐渐开始对和牛有少认识 品尝过和牛的人增加 明白到A5和牛并不等于是最好吃的 但A5神话在日本仍然是主流 推广A5和牛的团体得到完全的胜利 说到这里千万不要误会 A5和牛并不好吃 最深日本是不会那么肤浅和夸张吸引收视的 和牛是很深奥的 不能够简单地下结论 究竟是什么等级的和牛就必定好吃 和牛是一种食物 好不好吃 除了肉质本身之外 还有烹调的方法和食家口味等等的因素 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好吃的食物 而昂贵的食材不一定比家常便饭更好吃 所以A5是美食 这一个是神话 在这里不如介绍一下 什么是和牛的A5评级 一说到和牛 很多人都会联想到肥美牛肉里的双干纹 经常见到美国产、澳洲产的牛肉 脂肪都遍布在红肉的外围 但和牛很神奇 脂肪平均地分布在红肉里 好像双从天飘下来那样漂亮 A5就是给予和牛的评分 A和5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 先讲数字的部分 数字就是代表牛肉的肉质等级 牛肉的色质、脂肪的色质 还有脂肪分布等等都是平级的项目 1就是最低级 5就是最高级 就算牛肉有双干纹 如果脂肪颜色不漂亮 就不能得到5这个最高的平级 可能得到3或者4 而英文的部分就是代表一只牛里面 有多少份量的肉可以用来食用 食肆和肉档入货的时候 如果牛肉的外围有太多皮下脂肪 那些脂肪根本就不能卖给客人 那牛的评分就会比较低 另外牛肩、牛腩的面积越大 评分就越高 英文字这一部分 最低的评级就是C 最高的评级就是A 这个等级日文称为布楼等级 那我就评作量肉份量等级 1-5的肉质等级 和A-C的量肉份量等级 由最低的C1 去到最高级的A5 总共有15个级别 单凭评级来看 很多人都会不以为 最高评价的A5就代表最好吃 但我要再说一次 这个是一个错觉 说到这里 你有没有察觉 肉质等级和量肉份量等级 根本就没有以味道来做评级的标准 就算是双降 也可以是不好吃 还有 如果不是太喜欢脂肪的人 根本不会认为多脂肪的双降是好吃的 他们会选择红肉 近年日本都渐渐兴起红肉的热潮 我都是红肉热潮的支持者 我在选和牛的时候 尽量都不会选五等级的牛肉 而且会选择较少脂肪的部位 例如牛的大腿肉 另外粮肉份量等级更加和消费者是没有关系 这个是针对食肆和肉档的评级 和味道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和牛的品种本身经过改良 绝少会被评为C级 所以A5和B4的和牛各有各的特色 比较喜欢吃红肉的人 盲目地去追求A5和牛 根本就没意思 花上大量的金钱 但得不到自己喜好的和牛 A5是一个神话 亦是一个很美丽的误会 再补充一下 A5未必一定好吃 但反过来 亦未必代表一定不好吃 A5评级的双角和牛 含脂肪较多入口即溶 所以喜欢A5和牛的人也不少 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知道A5是什么意思 你看了这条片之后 不单只比日本人更熟悉和牛 而且还可以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好了 说到这里只不过是罪磨 和牛真正的魅力 我现在为你介绍 明白了什么是A5之后 下一步就看看什么是和牛 日本人普遍吃牛肉 只是近这200年的事 日本是一个以农坑为主的社会 牛对于昔日的日本人来说 是耕种和运输的好拍档 当时的和牛 根本不适合食用 因为和牛最大的缺点 就是看格迁少 和牛的诞生充满戏剧性 前两集介绍《北海道》的时候 有说到少少名字为身 就是那个时代 日本人进入各种西洋文化 看见欧美的外国人吃牛肉吃到 有味 日本人大开眼界 就有样学样 把好拍档的和牛用来做美食 但是遇到很大的问题 因为和牛体格迁少 可以用来做食肉的部分 不太多 不用量东西 就会把牛吃光 出生于英国近代加速肉种之父 Robert Bakewell 在18世纪时 发现牛 马 羊 配种的改良技术 他的研究更加影响了达尔文 后人就用这个技术 将加速的品种不断改良 日本人由外国引入已经改良了的食用牛 来和日本的和牛配种 希望可以配出多肉的食用牛 但配种比做YouTube更加难 配了出来的牛很多病 肉是多 但肉质很差的 不单止品种改良失败 大部分和牛都和外国的牛配种 生了一大堆混血牛 不过真是错有错着 因为改良失败才有今天的和牛 经过了几个战争之后 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开始复兴和牛的政策 可惜已太迟了 日本各地都是充满外国的混血和牛 不过在这里竟然发生了一个奇迹 在兵库院一个很偏僻的村落 在香尾丁里面 竟然找到四只没有配过种的和牛 他们就是弹马牛 对于和牛有认识的观众 可能有听过弹马牛这个名字 在日本各地进行肉牛配种改良计划的时候 在另一方面 身躯细小而且凌口的弹马牛 在梯田帮助农夫耕田 在香尾丁的和牛 没有被人拿去配种 不过数目不多 只剩四只 这四只的弹马牛最后生落了传说的子孙 红牛田匡号 弹马牛是纯种的和牛 是和牛之中的黑毛和种 现在吃和牛时 经常看到黑毛和牛这个字 这些黑毛和牛正正就是弹马牛田匡号的子孙 田匡号在1939年出世 打开了现代日本和牛黑毛和种的罪魔 活了15年的田匡号 主人田匡重装在表谷700米的香尾丁 这个这么好的环境里面 孕育了田匡号 令田匡号成为黑毛和种之父 当时的科技并没有冷冻精役的技术 田匡号这只红牛 一辈子牛努力和其他武牛打真军 总共生了1500只小牛 即是平均每年都生100只牛仔 比昔日任何一个皇帝 任何一个贵族都很厉害 根据2012年正式的DNA数据的资料 日本全国的黑毛和种的母牛里面 99.9%以上都是田匡号的后代 我们今天可以品尝到美味的和牛 都是田匡重装和田匡号努力所致 当然田匡重装的努力和田匡号的努力是有不同的 日本和牛就是田匡号所创的天下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因为黑毛和种绝大部分都是田匡号的子孙 而日本和牛里面 九成以上都是黑毛和种 烧肉店和铁板烧店的门口外面 都挂着大大张的海报宣传 店里面是用黑毛和牛 这个其实是很理所当然的 因为市面上流通的日本产和牛 九成以上都是黑毛和牛 反而如果不是黑毛和牛的话 就很罕业 因为受到A5神话的影响 黑毛和牛以外品种的和牛需求并不多 日本产的和牛有严格的评价制度和个体管理系统 什么品种的和牛有多少只供应到市面 很容易可以追查到 除了黑毛和牛之外 你知不知道还有什么品种的和牛 或者你会不会觉得和牛只有一种 和牛总共有四种 最有人气的就是黑毛和种 辞名全世界的corby beef神户牛 就是黑毛和种 是弹马牛田酵号的后代 其他还有著名的三重远的松板牛 山营远的米宅牛 知河远的近江牛 这些都是黑毛和种 黑毛和种最大的特征就是双缸 肥美的牛肉入口即溶 最简单而且最直接地刺激食客的美国 日本全国有160多万只黑毛和种 是和牛里面最主要的品种 佔领整个和牛市场 第二款 喝毛和种 多数出产于九州的熊本苑 和四国的高枝苑 还有北海道 模式是呈深啡色或者浅啡色 皮下脂肪比较厚 双缸的程度仅次于黑毛和种 而肉比较有重味 最适合就是喜欢双缸和红肉混合的食客 日本全国有2万 数量不太多 市面上出了100只黑毛和种 才出得1只渴毛和种 第三种 日本短角种 多数出产于北海道 岩手苑、秋田苑等东北地方 当中最出名的就是岩手短角和牛 因为生活在河南地区 所以皮下脂肪更厚 肉质和渴毛和种相似 红肉的味道挺浓郁 用来做牛扒煎了之后 加少许盐去吃就已经很好吃了 日本短角种在全国有8千多只 比较罕有 最后一个品种就是母国和种 出产于本州最南部的 山口园里的亚母郡 只有这个地方才有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红肉比较多 极少相降的部分 最适合就是用来做牛扒 日本全国里面只有300多只母国和种 极为罕有 为了增加母国和种的数量 山口园设立了母国和种专用的繁殖中心 我在查各种资料的时候 不同年代的资料里面 记载母国和种的数目都不同 比如有资料说有120只 又有资料说有200多只 而最新官方的资料 山口园亚母郡的资料 就说有300只 就这样推算的话 母国和种的数目自不增加 繁殖看起来都挺顺利 下次去到山口园的时候 不妨找一找有没有卖母国和种的店铺 碰碰运气 看看可否品尝到每一年只供应几十只 红肉味道特别浓郁的母国和种 再重温一次四种和牛的数量 黑毛和种160万 渴毛和种2万 短角和种8千 母角和种300 可以知道黑毛和牛的数量压到其他和牛 所以刚才说 店铺以供应黑毛和牛做招牌的话 其实是理所当然 真是如果找到供应其他和牛的店铺 反而真的要进去试一试 开开眼界 说到这里千万不要误会 黑毛和牛的数量太多 而价值也会比较低 其实是其他三种和牛实在太罕有 他们不应该和黑毛和牛 以同一个标准来比较 各种和牛牛肉的性质都不同 相干比较少 红肉比较多的渴毛和种 短角和种 母角和种 必定不会获平级为A5 可能很多都会平级到B2 B4 或者A3 不过一般大众都会被A5平级的黑毛和牛吸引 在缺乏和牛知识的情况下 疯狂地追捧A5黑毛和牛 在这个自由市场的机制里 黑毛和牛的需求高企 导致和牛牧场的主人 都很积极地去治养黑毛和牛 来提高效益和增加收入 最终就造成现在市面 绝大部分都是黑毛和牛 坊间介绍什么是和牛的杂志或网页都不多 而有深入地介绍和牛的杂志和网页 大部分都会说到这里 观众或读者都会以为黑毛和牛是和根 是反派 最深日本会更深入地解释这个话题 其实事实是刚刚相反的 黑毛和牛其实是拯救和牛的救世主 A5黑毛和牛拯救了日本养牛的农家 在1950年代 较多红肉的黑毛和牛 在市场里高价交易 大受欢迎 去到60年代 很多日本人的口味转变 偏向喜好肥美的双干牛肉 体质上容易生产双干牛肉的黑毛和牛 数量渐渐增加 到了90年代 日本的牛肉市场发生重大的改变 牛肉贸易自由化正式生效 相比起小规模生产的和牛 欧美澳洲大规模生产的牛肉极为便宜 消费者一窝蜂地去选择欧美澳洲的牛肉 日本的和牛面临灭绝危机 欧美澳产的牛肉以红肉为主 日本的和牛要对抗的话 就要跟欧美澳产的牛肉走不同的路线 擅长生产相干牛肉的黑毛和牛 成为了杀手锏 日本食肉评价协会提倡牛肉评价标准 用高质素的肉质和入口职用的脂肪 来与大量生产的欧美澳产牛肉对抗 A5这个评级就是因为这个危机而诞生 根据日本的评级标准 美国和澳洲入口的牛肉多被评级为B2或B3 A5的和牛和美国的牛肉画清界线 有了这个评级之后 就令消费者很容易分辨不同质素的牛肉 消费者有一个明确的理由去出高价选购 加为昂贵的和牛 黑和牛就成为日本和牛产业的救世主 不过日本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是其他三种和牛的数量激减 令消费者的选择减少 而A5和牛不知不觉就成为最高级最美味和牛的代名词 不过为了对抗欧美澳洲平价牛肉的情况下 日本牛肉业界和食店都不会主动去澄清A5不一定等于好吃 他们都希望A5神话不会这么快幻灭 为了保持和牛的优势 和牛农家极端地追求生产相干牛肉 甚至为了相干牛肉的卖相 放弃牛肉味道的追求 导致市面上部分得到A5平级的和牛 只有入口即溶的脂肪 而失去了牛肉本身浓郁的风味 相信部分曾经品尝过A5和牛的观众 可能有一个不愉快的经验 点菜当时点了A5和牛 但结果适应递上去餐桌上的 就是充满入口即溶脂肪的一团肉 吃了之后搞到消化不良 早在80年代用和牛去对抗入口牛肉的计划 全部已经编好 去制定牛肉评级的时候 A5的评分简直就好像专为黑河和牛而计 只要A5神话一日不幻灭 日本和牛的农家和和牛品种 就可以过着安泰的生活 可惜和牛产业遇上了外国的敌人 和日本国内的叛徒 市面上出现了不是日本出产的和牛 美国产、澳洲产的和牛 话叫流通全球 和牛和和牛的种 曾经多次租出口海外 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正统的和牛 禁止和牛和和牛的种出口到外国 不过也不能完全阻止和牛出口到外国悲剧的发生 1976年以研究为目的的和牛 被运到美国科罗拉多州 但遭到滥用 另外1993年至1997年 合共有200只痴牛或红牛 和15000只和牛的精役 租北海道的牧场和相关公司出口到美国 之后再转运到澳洲 持续有和牛 经美国出口到其他国家 例如澳洲 根据2018年的资料 澳洲五个大规模的农场 合共养了3800只和牛 现在在市面找到外国产的和牛 多数都是澳洲产的 而澳洲亦很出力地提高和牛的质素 之后其他国家产的和牛 纷纷面世 要去找日本产的和牛 在香港可能更容易 但去到欧美 就要靠和牛统一标签去识别 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 TRIPS 是现行保护各国知识产权最有效的协定 这个协定是1997年生效 世界上真是充满令人感到可惜的悲剧 刚才说的北海道和牛流出事件 就是发生在1995年 但日本政府对保护和牛不是很积极 未能够赶及阻止和牛流出到海外 就是因为1995年发生的和牛流出事件 美国和澳洲急速发展生产和牛 日本政府要去到2014年才整理好国内的法例 去保护优质品种的农作物和勤促 防止流出海外 喜欢日本产优质和牛的观众 唯有靠自己去找尋真正的日本产和牛 日本很努力地保存和牛 逃过了和牛灭住的危机 但逃不过和牛流出外国的一劫 只可以说一句 前功尽废 面对着过分注重商国卖上的问题 和外国产和牛问题的威胁 单靠A5神话已经不能够保护和牛产业 日本人没那么容易就认输 究竟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消费者品尝到真正好吃的日本产和牛 相信你有听过神户牛 特产重版牛 金刚牛 这就是日本三大品牌和牛 除了依靠牛肉评级之外 日本各地牧场追求更高质素的和牛 另外制定各种条件来保证牛肉的品质 日本人最擅长就是花时间和努力 去鑽研一种艺术和技术 日本职人文化 是欧美和澳洲难以模仿的 在这么多款和牛里面 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就是神户牛 Colby beef 要去养一只神户牛真的不容易 自养纯种弹马牛长达960日 比一般自养日数的600日为多 自养日数越长 和牛的味道就越浓郁 另外并精选未经出产的痴牛 或者腌着的红牛 目的就是控制和牛体积不会太大 去浓缩牛肉的味道 神户牛每一年只会供应3000只 即是每一天全世界要去产8只神户牛 极为罕有 各种的规定就是保持和牛的肉质和味道 去解决A5和牛依靠相降卖上的问题 很随便地选择A5黑毛和牛 便会遇上缺乏肉味 而且极多脂肪的牛肉 不过如果选择品牌和牛 品质有一定的保证 就算不是A5的评级 都可以品尝到高质素的和牛 品牌和牛里面 还有很特别的特产虫板牛 一般的虫板牛 已经是很高质素的黑毛和牛 而特产虫板牛的规定更加严格 在大马牛里面 特产虫板牛只占2.5% 每年供应的数目是不会多过200只 牧场的人员用很多时间和心血 致养900天以上 只有未经出产的痴牛 才可以成为特产虫板牛 特产虫板牛打破了A5神话的概念 摆脱了牛肉评级的制度 不管它是不是A5 以虫板这个地方独自规定 严格地挑选高质素的和牛 特产虫板牛的特征 是不会有过分多的相降 而且牛肉味道浓郁 道高一尺,莫高一丈 日本的和牛经过重重的考验和失败 在大量生产的时代里 日本人以自己擅长的范畴 来开发出品牌牛 用很多时间和心血去治养每一只和牛 来供应给消费者 究竟还有什么考验 可以打破品牌牛的地位呢? 产业革命之后为了追求效率 勤促也逃不过大量生产的命运 和牛再三受到考验 一度受外国牛配种的冲击 最后都不成功 而贸易自由化平价的入口牛肉 再次冲击和牛 和牛流出海外带来第三次冲击 本来在农家时代每一只和牛都会获得农夫的宠爱 经过各种考验之后 现在每一只和牛都会获得牧场人员的细心照顾 日本的和牛产业和大量生产时代背道而驰 日本每一只和牛都有它的名字 而它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有明确的记录 自由记录就像人的出生子一样 记录了和牛各种资料 有它的名字和人的子民的避文 和追索到曾祖父那一代的血统记录 任何人都可以用个体识别号码 来翻查每一只和牛的记录 就连只和牛在哪一个牧场出生 在哪一个牧场长大都会有记录 现在很多人都会留意食品的安全和品质 从而诞生出来的可追索性 tracability 个别识别号码这个系统就有tracability 相信和牛这个系统的tracability 是世界上温柔的系统中最完美的一个 在超级市场买的和牛 包装上都印有个体识别号码 而部分食店都会在店铺展示当日提供和牛的个体识别号码 食店和食客都可以翻查 如果遇到很好吃的和牛 就可以记录下哪一个农场出生 或是哪一个血统的和牛 帮助自己日后选择优质的和牛 在未看这条片之前 昔日你看到餐桌上的和牛 可能只是一块很高级的牛肉 当你看完这条片之后 和牛已经不单是一块很高级的牛肉 你会知道每一只和牛 被送到餐桌前 背后都会有一个很壮烈的故事 和牛是食用的牛 日本人用尽努力去提高和牛的品质 向和牛作出最大的尊重 和表示最大的敬意